今年4月份,熊淡琳在香港生下双胞胎女儿,转眼间就到宝宝,一百天的日子了,8月6号晚,熊淡琳在香港游艇,会上延开十五席,为一对宝贝女儿办法日宴,真子丹老婆帮诗诗,名模奇奇,丁子高,以及姑妈郭柯颖林文龙夫妇均又到场,与众多亲朋好友,一同见着, 正这个喜庆的时刻,在百日宴上,熊淡琳也首次公开一对小公主的正脸照,只见两个宝宝看上去都十分机灵,一个长出了头发,一个还是小光头,似乎都更像妈妈熊淡琳多一些。 此外,熊淡琳还透露出双胞胎女儿的英文名,分别是Keya和Lylia两个女儿的名字,分别取自夫妇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。 当然,经验亮相的可不止熊淡琳的一对双胞胎女儿,还有宝宝的姑妈郭柯颖,郭柯颖当晚以一身白群经验亮相,既简龄也有气质,完全看不出她已经是一个年仅50岁的中年妇女了。 这么多年来,郭柯颖的身材从未试过走样,一直都保持着鲜瘦苗条的体态,洞琳的面貌也让人羡慕不已,48岁的模样与30岁基本没差,怪不得网友都夸她像吃了仿佛剂。 郭柯颖出身豪门,曾参加过93年党节竞选,可惜最后散角不入,对娱乐圈有渴望的郭柯颖最后也加入了TVB,第二年便凭借形式征集档案,成为观众最喜爱女演员之一。 这些年来,郭柯颖为观众奉献了许多出色的电视剧集《是名副其实》的TVB花旦,却可惜,这些年来郭柯颖当出娱乐圈。 电视荧幕上,遗憾再看不到她的新作品了。 众所周知,郭柯颖是郭柯颖的姐姐,国家是做塑胶生意起家的,身家过亿,郭富去世前指名要郭柯颖回家接管塑胶生意。 这些年郭柯颖也慢慢淡出娱乐圈,专心打理家里的生意,可以说,郭柯颖在国家一直是举重若倾的人物,穷带领未进门前与郭柯颖的关系就很好。 时常以女友身份出席郭柯的家宴。 如今熊带领也顺利成为郭家人,侄女百日,宴这么重要的日子。 身为姑妈的郭柯颖,当然要隆重出席了,即便到凌晨都不忘分享侄女的动态,可见郭柯颖对一对侄女是非常疼爱了。 今年六月份时,刑事争取当案,剧组时隔23年重剧,勾起了许多剧迷的回忆,不知道看到这么多老粉丝,郭柯颖会不会再考虑出演新作品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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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